好 来到我们早报气象时间 这几天这北台湾雨不停 不少观众朋友的出游行程恐怕都泡汤了 受到这东北季风的影响 加上热带性低气压环流接近 形成了共办效应 这迎封面的北部还有东半部降雨范围也逐渐扩大 来看到气象局势持续针对基隆 双北还有宜兰地区呢 纷纷发布了这个大雨特曝 桃园 新竹还有台东也会下起这局部短暂阵雨 其他地区多为这个云量增多 中南部地区恐怕在等到明天 会转为整天不定时的局部阵与天气形态 好 来目前我们看到说 位在台湾东南方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啊 其实呢有着持续增长的趋势 可能在今明两天就会形成台风通过这个巴士海峡 另外呢影响比较明显的时间点就都在周日到下周一 届时各地都要留意这个藏风跟豪雨 台湾以北还有东半部地区 更要特别注意大豪雨的发生 好 再来大家最关心的 一个礼拜天气到底什么时候雨才会停 来看到周末两天呢 其实大家都不要期待了 雨势是不会有趋缓的这个状况 到时候呢周一的东北季风到时候增强 各地天气转凉 尤其这西半部还有东北部 感受会格外的明显 雨势会持续的下 而且呢气象节警示说 到时候周一恐怕是雨势最多的时候 那尤其进入到下周二还有三之后呢 中部以北东北部低温会跌破二十度 气象节预估最低恐怕会下降到十九度 而且是空旷地区还会更低一些些 周南部高温则是落在二十七到二十八度左右 这雨势持续 恐怕得等到二十号之后呢 也就是下周四 东北季风呢稍微减入一些些 这气温才会慢慢的回升 到时候各地呢才会慢慢的转回多云的天气 所以我们看到这未来的一周天气状况 其实都不太好 尤其是北台湾了 因此也提醒大家这外出雨聚记的攜带 早晚问差比较大一些些 也别忘了多加件衣服